好了,回到今天晚上的节目,10月4日星期五晚,有阿土伯和云陶在 我想我做一点点总结,或者再请教一下云陶 我们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的势态 但是很多人问,今次的救市之后 中国主要面对的,大家显而易见的问题 无论是内房股,或者是地方债务 再加上通缩,其实刚才也有讨论过通缩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在今次的救市之后,你见不见到 习总有这个组合权,是真的会发挥到作用呢? 刚才我第一、第二次讲讲中美的冲突是什么,第二次就讲回 中国现在的经济上有些抵气 可以跟中国、美国去扮演 中国现在在这个月的政策出来 他等于九月七十五,国庆之前的星期二 开了个国申办,开了个记者招待会 找关公胜,李云札和吴清出来讲 关公胜只是讲压式降准而已 李云札就说要救回楼市了 具体措施就还没讲的 应该在这两三天再讲的 而这个转折点呢,其实是讲了吴清 吴清其实就出来讲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中国以后的股票,因为以前有人过来派息 就将公司的股市向下找 然后大股东就将股票全部质押了 那些人就经常觉得这些向下炒的方法就是等于葛狗财 沽了一些货,抵押了,拿了钱去洗,然后就不借 特别是以前内房旺的时候,就特别将公司的股票 沽了它,抵押了它,然后就拿了一大块钱走去买内房债 正是那间公司,那些大股东收七百厘利息 几正啊,那些人就个个是这样炒 所以那些人就遮重了一个借钱的经济法治 就不是这样做 但是呢,习近平在过去这一年 就是中国的财政司 和财政部长的南佛安 就受到,可能受到外国人的教导 就是,是不是岸底老教,我不知道 就是发这个超长期国债 发超长期国债,代表是什么呢 十年债,三十年债 那其实,等于美国一样,是发长短债 那在过往这八个月里面 中国就已经卖了差不多八万亿的超长期国债 那卖了这八万亿的超长期国债 其实有些是我们补贴地方政府 有些呢,就没有告诉他们怎样用 就说那些人以后是够楼市 拿四万亿出来够楼市 那么,那些全部是 错的 他发展了超长期国债 然后就改变原来股票的新大系统 那因为股票以前就全部向下炒嘛 现在他告诉你 你们可以拿回公司的股票 你们可以拿回公司的股票 拿回你的资产 你们问我 人行去借钱 人行去借钱 借钱去买回回自己的股票 那他说有两条街拉的 顶住股价 顶住股价 那些人就问记者 就是拿万五亿来救市 每个人就算 你看到中国股市七十多万亿 市值怎么可以救到市 其实那些人是观念上错了 不清楚的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过去二十天 你的股价跌了百分之二十的 不好意思 你就要问银行借钱回够你的股份 如果你的公司没事 那就是你自己 要是被人恶意沽空 要是自己沽空 那为什么人会拿到你的股票 去沽空这样的价格 那就是以后中国股市 一定有个PE制度 在PE上高炒 就不准沽在下面 第二就是 如果你的公司 过去半年跌了五成 那哪间公司跌了五成 就是贵州茅台 就跌了五成 所以贵州茅台上个星期 我拿了六十亿出来 回购自己的股票 那这间公司如果跌了五成 你又是要找你的抵押的 东西 运人行借钱 去回购公司股份 其实人行是无限量借钱的 你借多少 谁知道 现在问题就是 不停托市 问题不是这个 透过这个公司 回购自己的股票 来托股价 问题是我们要知道 中国的大股东 沽空了多少股票 那他可以杜住这件事 你家公司 大股股东 沽空了 净股价是六十万亿 如果中国要你 不清要你这样的证监去做 你可能要你 三两个月之间 或者年底之前 你要回购所有的股份 所以为什么中国上个星期 突然间 是瘋了 一日成交量 2.5万亿 2.5万亿 平时就五千亿成交 平时就五千亿成交 是多了五倍 因为要回购股份 那问题来着 如果中国以前的股票 就等于好像 新加坡大马石 控制住股价 不让你们这些 大股东人恶意 去沽空 那这个可以倒绝的 我意思是 是呀 政監体 政監会一看到 你沽空股票 一定有纪录的 一定知道 谁在幕后 操盤的 因为你说借货给人股空商业贷款 做了股空 没问题的 但是以后你的股票 是抵押给人行的 你本书一定给人行知道的 你不能走 没错 所以中国现在就 反过来 这个制度来说 以前就是说 我要派息 所以我要股空股票 现在他说 不是 如果你要派息 但我已经立刻出来说 如果你要派息 你更加要回购股票 因为你回购了自己的股票 那些息子是不是派给自己 那你就不用拿那么多钱出来 那有个息差计 如果以现在 中国的东西派4厘利息 如果人行借给你的利息 多少 2.25厘利息 那对外资来说 这样的操作方法 第一 禁止恶意沽空 第二 要求你回购股票 托回股价 那是不是有吸引力呢 那你很多股票 今天有些香港地产股 一天升15倍 为什么有些股票 一天可以升4倍 为什么今天中心 可以由 最低位20元7毫升到27元收市 我今天上来做个节目 就是想告诉大家 其实是个保货 如果只是说保货潮 和人行再借钱 在10月底 资金的5000亿到位 中国是这个保货潮 只是这一潮 我不知道涨多少 嗯 那你说涨完之后 你会跌的 对 升完之后会调整会跌的 但是中国股市又变成常规化 但是中国这一潮上的 如果没有香港股票 或者你学外资 没有中国股票 那你就吃虧了 因为今天 港股的升幅 已经是跑赢了美国 全年的升幅 追过了印度 追过了印度 那现在的股 那个股 其实说到现在 就未知结果的 回来下个星期二 中国股市一定会升呢 我不知道 但是回来代替 但是制度上是这样 要说得很清楚的 就不是说 无限量的钱 也不是说你旧市有没有本事 是制度上上高的中国股市 内部的制度上改变 改变完之后 我觉得中国股市 就会横盘的 就是很稳定的 就是你不准掉超过百分之二十 上下波幅 就是你升得多 有人沽你的 跌得多 自然是买回你的 当你派息的时候 股票是升的 不会是跌的 派完息之后 股票是否跌的 是可以跌的 但是 因为你要还货 或者你还钱给银行 但是你还不还给银行呢 你要看一个息口 如果经济有息口 你的银行只是给2.5厘利 你自己公司 可以有七百厘利润的 你可能不会 不会还的 你就继续 自己毛扣多些股份 好处 那么你这间公司是壮大的 美国的公司都是这样的 当高潮的时候 沽沽沽沽 低潮的时候自己买回 那一路这间公司壮大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香港更加过瘾了 香港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国内股市 炒上去的时候 阿爷现在就已经 大家都知道了 在过去十年 正面进来 三万四千亿 买了港股 如果港股四十万亿市值 就等于买了十分一 现在香港大股东 就当买了二十万亿 其他就买了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很厉害 因为香港只是一间摩通 搬仓底货 搬过汇丰 即是搬到私的市 搬到私的市 换货都是四万亿美元 香港很夸张 所以外资持 港股 外资持港股的钱 是不用钱的 一路都是无高用低的 赢回来的钱 所以他们不会乱沽的 其实他们不喜欢乱沽香港的股票 因为实际上那些股票是不用成本回来的 大家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在现在对国内的股市 加强了控制的情况之下 控制大股东 控制大股东的情况之下 第一 不可以给你班友上下其手 OK 第二 就是令到 就是中国的股市 相对上 结构上是稳定了的 没错 是吧 所以 这样的方法 除了解套了 就是跟西方的关系 令到大家都有钱赚之外 亦都令到 即是那个股市 是相对是稳定的 平稳的 就是我买下去 我不怕 喂大哥 好像以前那样的插水法 是不是 个个你 连胡锡进都呱呱吵 没错 以为国家队 以为 救市有用 以为有民族主义就可以救市 没用的 OK 即是说他现在找到的套路 的制度 的制度 怎样去顶住 那个股市 你说他没钱 阿昌问的地方债的问题 或者是那些 等等的 例如 烂尾楼 那些 爆了 恒大之类之类之类 他不要紧要 我发债 像你说的 发了 对了 他有钱的了 那里有八万亿的了 不要紧张结果 那这个移民就是 中国人民 或者外资 信不信任 我走来买你的 中国债 国债 他有没有美国那么好呢 美国人就很捧场的 是不是 从来都不会 脱手的 你不会还不到的 但是中国会不会有人担心 不担心 中国的债费多受欢迎 OK 即是主权国家的评级 没影响的 他现在的评级是OK的 中国 问题是这样 如果经济再差 评级就死了 但是这次他这样去做 等于将我还富于民 因为大股东 其实 割韭菜的不仅是大股东 是共产党自己都有割韭菜 为什么呢 他当他要 譬如发展这个 这个生产生产力 他要钱的时候 喂 我要发展晶片 我要拿10亿 这样 他就用股票来沽空 就在那里抽现金 去资助这个计划 但是他的计划呢 我改变了 我不敢做了 我由人行去顶回股价 喂 等于还富于民 即是等于香港的股票 你普通的正常股票 应该是3元的 为什么会跌到3毛钱呢 嗯 因为大股东在沽空 什么压到别弟弟来 等于喂 你买股票不升 就等于你借了钱 他去做生意 现在 我不用这招了 我现在呢 总之我要派息 我都很辛苦 所以呢 我现在就人行 你有需求的时候 我就人行无限量支持你的公司 给你们拿抵押证 抵押货品来 无论ETF也好 什么都在抵押 然后托回股价 所以其实 大家观众要留意什么呢 就是说 回来中国服市之后 究竟我们 接近这个9月 这个10月8号 到10月底 OK 究竟中国的股市是怎么样 这个外资全部知道的 所以外资就说 今天有眼睛出来说 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中国的成会 王达利浩就说 这个是一生人为一次的机会 喂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但是你这个套路和贴士 简单说的贴士 就是 我这个是分析来的 我不会是贴士来的 这个星期二就见真章了 这个月就看到 如果中国股市还是阎一息的话 那就是 刚才你说的那些 当港元 不是 当港元 这个 我不会错的 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 我上个星期都不敢这么说 今个星期我敢这么说 你港股升给你看 是这样看的嘛 真是 港股真的有很多地底来的股票 是 今天有只股票 四毫子变回过六收市 豪九指变了十几倍 变回过几收市 喂 为何那些大股东 要出去补货 喂 大佬 国家政策要我补 我沽空了 我又要买回 大佬 这个等于人民币还回 当人民币还回到的钱 是商户关系来的 人民的传输率 其實最笨的是那些M1就走了去買定期存款 以及去買中國國債 你買了中國國債,即是現在中國國債是借錢給股市 那股市一升,接著你的人會再買股票 因為你的股市有機會升 我當然是將貨幣供應買回中國股市 那你當買回中國股市之後,特別是代房股 一升的時候,那些內房就自然有錢還債 那我簡單的總結 你明白了 就是這樣簡單了 是的,我知道 我當然是想人好,不想人壞 因為他也在攬炒我們 我們也被人攬炒 我們經濟已經一息 我們的樓市,我們的股市 已經壞了兩三年 什麼五年? 兩三年,你覺得樓市年紀很壞 是因為我們要切蠟 不切蠟,樓市不會想得那麼快 因為你一切蠟之後,代表人就會知道 有危機,如果沒有危機,為什麼要切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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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看樓量多了十倍 一招清一招就賣了兩億的樓 所以其實香港現在是很有趣的 講香港講家講兩句香港 香港現在是唯一一班人 在2019年拿到一個軍政府政權 他們一定不會認錯 他們不想把態度改變 但是問題就是說 阿爺現在正在改變 為什麼每個國家 現在去到歐洲 王毅去到哪個國家都 丹麥居民 免簽144小時 荷蘭希臘居民 免簽144小時 歡迎你我來我中國玩 那是什麼意思呢 不玩戰狼外交 讓你看到我中國強大 讓你看到我中國怎樣現代化 讓你看到我中國可以有數碼貨幣 怎麼方便 初初來那些人進入中國人 為什麼我真的沒有人民幣 你們全部都沒有數碼貨幣 我怎麼搞 中國就馬上說不怕 你一進來登記 你就是人面識別系統 我識別了你 你打了十隻手指指毛 接著就麻煩你下載的APP 你搭地鐵可以用Visa 用Masker 你接下來麻煩你下載我微信的APP 接著你就可以把你的信用卡掛在裡面 就立即唱到人民幣 將當邦國的貨幣買到人民幣 放在裡面 你就可以數碼全部找數 不需要大現金數碼貨幣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那些人去到中國 全部都有個微信支付系統 如果當法國 美元下跌人民幣會升值的時候 我信用卡轉回一萬元 轉回一萬元 歐羅馬人民幣 可以嗎 中國就數碼貨幣成功 所以它根本走到這一步的時候 美國根本制止不了它 看到一個底氣 就在那裡勾引外國人來 甚至乎現在我們生第二個子女 每個人就補貼七百元個月 第二個子女 就是鼓勵沙多生孩子 甚至乎不停在那些片段拍片 越南不該嫁過來 烏克蘭的人不該嫁過來 俄羅斯也嫁過來 所以呢 劉淑儀知道這條橋 所以叫以色列人去中國住 整個以色列民族移民去中國 但是我照樣說 你不如移民那幾百萬 巴勒斯坦人過去 解決了全世界的問題 不要煩 不要煩 但是你巴勒斯坦人過去都沒有用的 因為你以色列跟整個阿拉伯的世界 都是衝突 所以叫以色列人去住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原來屬於這個意思 葉劉淑儀的層次比較高 但是一反過來 李家超只是跟紅貓打卡 整個星期香港股市升 他完全不知道 也不知怎樣解決 也不知怎樣去幫香港股市 所以民建聯是最白癡 叫減印花稅 要不要減印花稅 阿爺放錢 對中基金回來香港炒 天天四五千億成交 香港財政根本完全沒有問題 減印花稅 減印花稅是沒有人炒的 陳茂波說得對 你說得對 因為你很不行的時候 你才撤辣 你很不行的時候 減印花稅 越減越沒有人要 然後人家也猜到你的套路 你很不行 所以民建聯要減印花稅 這個是按鈕的 其實民建聯要做些什麼呢 就叫政府覺醒 不要再把所有問題 所有政府政策 放在國安法放在前面 國安法放在最低 把人家說一聲就放掉 你放了 跟著美國的傳統基金 就有契機來回歸買香港股票 你猜他不想賺錢 對中基金就不會理你 立即買 馬上買 即是說你的意思就是 他設立了這套制度 他現在這樣的走向 其實現在只差一個結 就是讓人舒舒服服地 不要在政治問題上 跟你繼續在針鋒相對 明正言訊 買回香港股票 大家賺錢就賺錢 不要在那些無謂的問題裡 繼續吵架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市場明年2025年 我當然知道2025年是牛市 但是我們沒有可能知道 究竟中國成不成功 但是客觀環境是要製造的 所以為什麼夏寶龍 就可以罵李家超 是李家超完全不明白 日日關心無人機做什麼 喂搞了 快點 所以你要一個疑問 為什麼德國記者 可以在中國進入境 在香港不能進入境 這個本來有政治背景的記者 就覺得 中國現在不玩戰內鑑 歡迎所有外國人來中國唱好中國 那就什麼人都能進入中國 但是香港還在守著關口做什麼 喂 香港就自己沒有進步 就在白癡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整個政治問題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葉劉淑儀 李家超 香港記者問題 甚至乎立場新聞的判決 全部這些問題 我自己跟你說 是走著倒車 國家就在想辦法跟美國收好 你就繼續在那裡 添煩添亂 沒有說添煩添亂 沒有說添煩添亂 繼續放個關卡在那裡 喂 如果這次對沖機進來之後 跟著傳統基金不跟的 對沖機金唯一做什麼 唯一可以做什麼 沽貨走人 我炒到二萬五 我就沽貨走人 都沒有人接我的貨 我就沽貨走人 我輸都要走的 沒辦法 所以其實香港 我為什麼今天要上來這個節目呢 我納此傳召 我先講明 香港的股票能不能夠翻山 中國股票翻山一定的了 因為要大保倉 香港股市現在都在保 如果香港的股市 能不能夠翻山回到以前的年代 好像徐少華這樣說 我來不中都喜歡 就買10萬 見過市場一炒 用10萬就買一買 賺10% 香港的股市 香港一向都是這樣的社會 所有人都是投機倒霸 投機分子 因為香港股市 根本是跟著美國市 大家一起炒 現在我們就跟著中國 跟著美國兩邊炒 所以今次的契機就是 中國一要大保創 就是這樣 但其實中國是有緩護分的 不過不說 這個節目 不阻礙你們太多時間 你們可以再講這些色列問題 因為慢慢 講不完 講一個禮拜 講不完 OK 好 轉話題